嗨大家好,我是坦皮书,等待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0月29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看乌克兰战场也有什么变化 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979天 今天库尔斯克前线战况变化不大 没有观察到大规模的战斗 双方继续在新伊万尼弗卡、刘比莫夫卡、达利诺、乌拉诺克和普列霍卧区互有攻防 乌克兰总统泽勒斯基听取了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关于前线和库尔斯克州行动的报告 以及防部长乌美罗夫关于国内武器生产合同的报告 泽勒斯基特别感谢乌军几个战斗旅 第25独立空舰旅 第79空舰突击旅 第35独立海军陆战旅 第65独立突击营 和第27独立炮兵旅 本周的努力也就是这些旅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根据这个法国国防部的一个报道 它是统计到10月27号说 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新占领42.12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乌军在库尔斯克夺回38.4平方公里的土地 也就是双方互有得失 第4老人要求俄军在10月1号之前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 后来又推迟到10月15号 接二连三的俄军没能完整任务 那么最新的消息 这个是俄罗斯卫星推讯社 明斯克10月28日电 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他在接受扎鲁宾采访的时候 他说 俄军方表示将在12月底之前解放库尔斯克州 他指出普京的战略是步步为营 缓慢的向前推进 这个又是一个新的提法 卢卡申科说普京要在12月底之前解放库尔斯克州 那就还有两个月时间 实际上 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现在是在高压之下 已经是精神崩溃 这个10月26号 俄罗斯第38摩托化步兵旅 第二突几连士兵 马克希姆·威多尔·勤科 在扎布罗瑞州新波波罗夫克附近 枪杀了10名逐税中的战役 随后逃亡波洛吉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证明突几连士兵马克希姆·菲尔多·勤科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精神压力太大 所以在晚上把一个营房的战友全吐吐了 然后逃亡了 也就就在前一天 在库尔斯克州的克列米亚诺耶 第810海军独战队副指挥官德米特里 斯列普涅夫上尉在观察哨所的一场增制中被枪杀 被那个哨兵啊 叫一等兵 被山大 黎亚波夫 用AK-47朝他头部连开三枪 也就是在前线的俄军士兵 现在是一种崩溃的状态 随时都有可能揭竿而起啊 向自己身边的长官或者是战友下场 这属于一种精神崩溃的一种状态 有媒体报道啊 前往库尔斯克的俄军 这个新兵啊 存活时间不超过8小时 也就是一到前线 8个小时之后 这个人就不在了 你说这个压力大不 你不知道哪儿就窜过来一个乌人 对吧 你不知道哪儿就飞而来一颗啊 这个叫钢羽 这海马斯的那个火箭弹 一颗炮弹里面 18万颗无合金的钢珠 一爆炸 一颗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 就像下雨一样 恐怖之急啊 这个乌军还四处开花啊 10月27号 俄布莲斯克州州长称 一个武装团体 当天试图突破乌克兰与 俄罗斯布莲斯克州之间的 西南部边界但被击退 目前该地区局势稳定 仍在俄方控制下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不撑 当天前线地区发生84次战斗 前线形势依然延 乌军正在采取一切措施 阻止俄军进攻 目前乌军与俄军 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任在继续 其中包括乌军在 俄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是双方啊 在战场上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两天啊 潮得沸沸扬扬的 主要还是 曹县的军队啊 进入俄罗斯 这个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啊 他说当地时间25日 自北韩军先前部队 23日抵达库尔斯克后 之后每天有数千人增加 到28日将达到5000人 库尔斯克位于俄罗斯西南部 是部分被乌克兰军队 占领的俄罗斯领头 韩美情报当局认为 北韩军队本月初 至中旬首次抵达 俄罗斯弗拉蒂沃斯托克 随后被分散到东部接受训练 这个关键啊 北约的秘书长 现在正式声明 这是美联社报道啊 说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 对记者说啊 今天我可以确认 朝鲜军队已被派往俄罗斯 朝鲜军队已被部署到 库尔斯克地区 吕特表示啊 此举意味着朝鲜卷入冲突的重大升级 标志俄罗斯战争的危险扩张 吕特啊 还敦促俄罗斯和朝鲜 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攻击 并呼吁北约盟国 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根据乌克兰情报局 截获了一条消息 说这个俄罗斯军队 用挂着民用牌照的卡车 将朝鲜雇佣兵运送到前线 10月27日俄罗斯警方在库尔斯克 沃罗涅日高速公路上 拦截了一辆卡马斯卡车 车上满载朝鲜士兵 因司机没有相关通行证件 其中俄罗斯第810海军陆战旅 达莫人员讨讨论了司机 缺乏实弹证件的原因 该旅在等待接收这批朝鲜 赠源兵力通过协调 车子被放行 根据法营社的报道啊 俄罗斯国家动马10月24日批准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该条约规定 若一方出入战争 另一方将立即一切可能手段提供军援 对此俄总统普京表示 是否决定使用朝鲜军队是俄罗斯的事情 如果乌克兰想加入北约 那么俄罗斯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来确保自身安全 根据韩国方面的消息 大约有200多名前叛逃到韩国的这个曹县这个人员 已经准备到库尔斯克当志愿者 从事策访和招降曹县士兵的工作 说这些人呢原来都在曹县司令官手下当过兵 非常熟悉曹县士兵的情况 虽然在前线应该说这个曹县士兵还没有到 库尔斯克或者是乌东前线跟乌军发生正面的交锋 但是北约和美国先后确认曹县的士兵到了俄罗斯 但是美国和北约他也没有说这个曹县士兵去是干什么 最终的目的目前存疑 那么说法比较多 我在想因为马上就是美国的大选 迪伯老人这次他搞这么一出 把这个曹县士兵引入 但是又没有到前线去在这故作宜兵 恐怕是为了给美国大选施压 还是想让这个驻特朗普一臂之力 因为他故意制造这种气氛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曹县的士兵被证实到了俄罗斯 完了之后真的到前线去帮俄罗斯人打这个乌克兰人 哪怕在库尔斯克 那这个也是北约对吧 这些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那正好也给这个北约 比如说波兰对吧 他向乌克兰派出部队 甚至是波罗的海三国 还其他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派遣部队提供了口识 这个迪伯老人一面想和谈 一面就要升级战争 这个不符合情理 所以以前只能认为是迪伯老人 他故意的玩这么一出 还是想给美国的大选施压 因为特朗普就说了 要激励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要阻止 如果说民主党人哈里斯上台 那么很有可能要爆发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冲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普京为了配合他搞这么一出 我认为11月5号之前 这个曹县的士兵在俄罗斯恐怕都是做做样子 故作宜兵啊 要不然你也不能解释到现在为止 这个乌军还没有抓到一个活的曹县士 但是曹县士兵确实在俄罗斯啊 已经出现了 视频是越来越多 但是还没有在战场 那怎么解释呢 对吧 这个违反常理啊 因为迪伯老人现在特别想和谈 那么按理是不应该跟北约发生冲突 升级战争 那怎么和谈 所以只能认为他是为了注写 跟特朗普 配合特朗普 所以说啊 这个虽然旅特啊 他也确认曹县士兵被派完俄罗斯了 但是在库尔斯克前线 并未观察到曹县军人参加战斗的视频 我想这个曹县士兵 最后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恐怕还到11月5号以后啊 保不齐啊 去世修修路 搞一搞后勤工作 甚至啊 直接就是施工队 这个也很有可能啊 这个曹县和俄罗斯啊 显然啊 也是在互相搭配合 一会儿极力否认派兵到俄罗斯 说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连卢卡申哥都说这是谣言 但是呢 一方面 在俄罗斯境内 确实有很多这种曹县的士兵啊 所以我认为啊 还是普京在跟美国和北约 玩这种心理战 来影响美国的大选 韩联社27日报道 韩国政府代表团 于28日出席在北约总部 举行的大西洋理事会会议 向北约成人国介绍 曹县向俄派兵情况 韩方还可能从北约讨论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方案 韩国政府还会与美方 共杀应对曹县向俄派兵等事宜 我们在万身里说啊 俄罗斯绑定曹县 把曹县拖下水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曹县能帮它什么呢 曹县能出点人 确实是啊 这个俄罗斯恐怕 兵员上有问题 但是曹县的这些兵员 有什么用呢 70年没打过战 那他的训练啊 也不是现代化的 你说没打过战也行 那你现在都进行现代化的训练 显然曹县也不备 所以他这些士兵的素质 能在前线起什么作用 会不会一哄而散 整个防线崩溃 这个都很难说啊 那除非是迪宝老人 想把曹县背后的大国 拖下水 对吧 这是一种可能 但是大国会不会煽淡 这个谁也能说得好呢 我们反过来说啊 它的坏处是什么 坏处就是 你把曹县拖下水 那相当中给乌克兰增加了一个 对吧 更得力的助手 那就是韩国 韩国的这个军工啊 炮弹 它的刻 什么榴弹炮 这些玩意 那个产量是很大的 如果他敞开了供应乌克兰 那乌克兰的武器 弹药这种缺乏案 恐怕大改成 完了这个北约 对吧 波兰这些国家 很可能要派兵 也下场 那迪宝老人亏不亏 所以没有必要 所以我分析 他就是在搞心理战 一切啊 等到11月5号 就会水落石出 如果啊 曹县真的是派部队 进入俄罗斯参战 那就是 大俄和曹县捆在一起结束 司令官真的是糊涂了吗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曹县的士兵啊 把俄罗斯的一些什么 国土防御旅啊 一些什么部队之后啊 让他们到 库尔斯克前线去打仗 总之啊 这个曹县士兵 他应该不会在 战场上 直接跟乌军啊 面对面 我们再看看这个 外交与国际援助 塞尔维亚总统 伍西齐表示 塞尔维亚当局 将向乌克兰转让 价值840万欧元的 发电机和变压器 伍西齐周六 在媒体上宣布啊 你看这个伍西齐 可真叫是 刀切豆腐两面光呢 前面宣布啊 拒绝了这个 王人的邀请 去参加什么 金庄国家峰会 人家要见 冯德兰 没空 后面 又宣布啊 给乌克兰提供 840万欧元的变压器 发电机 这个天平 到现在边 大家已经一目了然 而且这个 吴西齐啊 还生产炮弹 由捷克 或者西班牙 等等国家 卖到乌克兰 这个普京的啊 小兄弟 毫不犹豫的 被刺 选择了正义一方 钱还不少赚 10月28日消息 日本将利用 俄罗斯资产的收入 向乌克兰提供 31亿美元援助 这是共同社 宣布的消息 该消息称 日本政府将利用 俄罗斯冻结的资产 向乌克兰提供 4719亿日元 贷款 作为七国集团 国家对乌克兰 支持的一部分 即七国家 就向乌克兰提供 500亿美元 贷款的细节 达成一致 七国集团领导人的 联合声明表示 这些贷款 将由俄罗斯 冻结的主权资产 未来收入来偿还 就是俄罗斯啊 用这些资产 产生的收益 来援助 所以说 迪伯老人才是 乌克兰的 榜一大哥啊 援助乌克兰最多的 原来是迪伯老人 你说这叫什么事 根据俄罗斯 消息报网站 10月28日报道 说波兰总统 10月26日宣布 应当巩固波兰 至白俄罗斯边界 以防范俄罗斯的侵略 报道称 他在接受 星期日 泰晤士报采访时说 一些西方政客 对此感到恐惧 他们最不想要的 就是重建铁幕 多达指出 只要波兰 站在自由的一边 他就会对 有关铁幕的局势 感到满意 他说 这些措施 对于防范潜在的 俄罗斯侵略 来说不可或缺 这个杜达 不光说要跟俄罗斯 之间搞铁幕 这个杜达 最近非常强硬 因为一些欧洲的政客 建议 让乌克兰放弃领土 换取俄罗斯 停火承诺 这样的说法 这个杜达 表示要坚持 打到俄罗斯 自己请求停火 杜达还说 如果你们对俄罗斯 如此慷慨 为什么不给他一块 你们国家的理 为什么任何主传国家 都要满足了野心 请问俄罗斯凭什么 可以得到任何东西 尤其是别人的 这个拉夫罗夫说过 他从某些国家 获得的这个 五六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那都是通过谈判 谈来 都是别的国家送的 都是友好协商 这是拉夫罗夫说的 自己可以去查一下 有些国家 通过友好协商 把五六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就这么拱手 向让给俄罗斯 这俄罗斯只好笑纳 这个九位露面的 少一谷大将 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会秘书 少一谷 10月28日 串访阿拉伯联合球场国 已经所谓的工作访问 也就是四处点火交游 忙得很 据报道 少一谷已抵达 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他将在那里进行 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 并将会见阿联酋总统 穆罕默德 本扎耶德 阿勒纳哈扬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说 他说俄罗斯正尽一切努力 促进缓和 中东局势 紧张任何尝试 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此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 提议恢复和扩大中东问题 四方会谈 以解决八亿冲突 中东问题 四方包括欧盟 俄罗斯 美国和联合国 这次派少一谷去 恐怕就是到处放火 上一次少一谷跑到伊朗 带着击飞机的四百 估计一次性被包销掉了 变成废铁 这次又跑到阿联酋 是奉迪宝老人的命令 到处放火 但是嘴上说的好听 是要缓和中东 紧张局势 实际上是去煽风点火 俄罗斯在非洲 又遭到袭击 或者是叫遭到误伤 苏丹叛军 最速支援部队 昨天宣称击落一架埃及的运输机 然后又改称击落了一架苏丹空军的轰炸机 也就是苏丹叛军 他是受俄罗斯支持的 往天上落放 打掉了一架运输机 先说这是埃及的 后来说不对 搞错了 他是苏丹空军的 就是政府军的轰炸机 被我们击落了 但是从现场的结果看 被击落的运输机 是伊尔76运输机 这架飞机是阿联酋向苏丹叛军运输物资的飞机 由阿联酋租用吉尔吉斯斯坦飞机 并且机组人员是俄罗斯人 他们的证件显示都是俄罗斯人 阿联酋向苏丹的叛军运输军物资 向苏丹政府军运输物资 结果被苏丹叛军 这个恐怕也是烧一股 跑到阿联酋的一个主要原因 要去搞事 我们再看看 俄罗斯和某大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和商人 对大国让俄罗斯变成原材料原料附庸的做法 感到不满 俄罗斯一名委员叫费尔贝罗夫 担心大国正在从经济上奴役俄罗斯 今年早些时候 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就俄罗斯经济对大国的依赖 发表了一篇大型的评论文章 直接与大国打交道的商人对此非常关注和震惊 问题是大国正在使俄罗斯经济依赖大国 毫无顾忌的告诉俄罗斯该做什么 买什么和卖什么 不存在任何友好援助的问题 就像1949年至1959年苏联一样 甚至连某种平等的伙伴关系都谈不上 大国几乎完全处置支配地位 你看啊 这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他们感受到的他们认为大国现在是趾高气扬 在支配俄罗斯 这个普京啊最害怕的就是俄罗斯变成西方的这个原材料和原料附庸 对吧 就是由西方的支配俄罗斯经济 结果呢 说普京啊防住了美西方 却没有防住大国 大国是趁虚而入 他说俄罗斯对大国的出口几乎全是原材料 主要能源的天然气和石油 其增长潜力已接近枯竭 那就是全部用它的天然气和石油 那也有个天花板有限度 他说同时这些出口产品的利润低 甚至经常为敌 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啊 说啊大国人愿意进行长时间的谈判 并了解性结 但很快就会因为最轻微的风险 而拒绝合作 例如在风力发电设备的供应方面就是如此 经过两年的谈判进展甚微 他说此外 大国商人对谈判过程的理解非常奇特 他们已宣布条件开始 已宣布条件结束 在谈判过程中 他们不会做出任何让步和妥协 大家都已经注意到 于他们谈判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们并不着急 他们的表现就好像他们还有1000年的时间 如此同时 他们的条件是一分钱也不少 说俄罗斯的企业某些部门已经承受了不公平竞争 带来的巨大压力 甚至陷入恐慌 要求限制或禁止从大国供货 例如铁路工程也是如此 说过去两年 大国已成为俄罗斯出口商和进口商的一个市场 使他们得以生存 然而随着企业开始考虑向更稳定的方向发展 很少有企业愿意扩大这些联系的规模 得如大多数出口商来说 这些关系最不重要的 而尽可的持续大幅增长 如工业游税团体和俄罗斯工业政策的立场越来越不一致 说因此总而言之 对俄罗斯经济来说 重要的是大国不要占绝对主导地位 不要对俄罗斯指手画脚 这个经济学家说啊 说俄罗斯事实上从未像现在这样依赖西方 说西方公司从来没有像大国公司那样 对他们的条件发号失利 对西方的出口从未像现在这样 无力可图 也就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和俄罗斯的这些企业家 也就是俄罗斯的精英阶层 他们已经对俄罗斯和大国之间的合作产生微词 这是什么意思说白了 就是俄罗斯人的心态他没办法接受 他还是一种俯视鄙视大国的这种心态 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前那种状态 他不知道他现在是在求着有求如大国 如果大国不跟他合作 他连手指都没这用 尿不湿都不够 这个俄罗斯和大国在塞尔维亚也开始争想铁路订单 本来啊这个塞尔维亚的铁路项目都是大国 自从2014年第一段薰压力到塞尔维亚的这个铁路啊 这个订单给了俄罗斯之后 所有的铁路和公路就是基建的订单塞尔维亚都是给大国 也就十年间啊 没有俄罗斯什么事 导致这个俄罗斯驻塞尔维亚大使叫哈尔清科啊 每次见到武器齐都开口要订单 要跟塞尔维亚合作 但是现在俄罗斯要极力的从塞尔维亚这墙铁路建设项目 这个塔斯社报导啊 说塞尔维亚政府负责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 指出俄罗斯方面合作的几个前景广阔的项目 说塞尔维亚正在与俄罗斯铁路公司讨论塞尔维亚境内建设新的铁路项目 你看看这个俄罗斯啊 还是要跟大国在竞争这个铁路建设订单啊 在经济上面 俄罗斯人已经感受到对吧 就是争盲在背啊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这个俄罗斯的宣传员马尔丹说啊 曹县军队参加俄乌战争意味着 大国实际上在发动一场反对西方的战争 他说三年来强大的俄罗斯一直无法战胜 面积小十倍 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少得多的乌克兰 因此说俄罗斯人只能梦想大国人代替他们开战 这就是他们对无上限友谊的想象 也就是俄罗斯人梦中都想着大国人帮他去打仗 说白了就是俄罗斯和大国之间的合作啊 在这个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啊 他们就是要利用大国 还企图啊 利用大国 这些头部黄鹅 对吧 这个家头这样子还在舔这个脸 还要为俄爹服务啊 为俄爹尽孝 可以说啊 是吃人说梦 摆在迪宝老人面前的路啊 只有一条 那就是尽早投降啊 早投降早收益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订阅转发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